欢迎来到量子力学节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 2020年才进入全球的布局 今年才2024 可是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章 开始指出 中国的北斗卫星 已经凌驾在美国的GPS之上 在很多指标都超过了GPS 那美国第三代的GPS 估计要2035年左右才会建构完成 所以这让美国充满了焦虑 因为北斗卫星系统作为一个定位系统 它是让可以应用到非常多的层面 我们且不讲军事的竞争 它事实上跟我们生活上的很多的层面都有关系 那中国大陆又刚好是基建狂魔 我们待会就会举出市政来告诉各位 为什么美国会感到这么的紧张 因为中国大陆结合北斗卫星的各种基础建设 在方方面面已经成为出口的一个新的大宗 就我们以前都会说 中国大概就输出高铁建设吧 现在已经不止这样了 输出高铁的同时 事实上也输出了北斗卫星 那这两个逐渐捆绑在一起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高铁 就是中国的基础建设 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结合越来越明显 比如说我们在 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们跟各位讲过嘛 中国大陆的振华重工 那发现它可以远距遥控来做维修嘛 那美国人就开始抗议啦 说你这样数据会不会回传啊 那导致美国的所有的码头啊 都被你振华重工看光光 这个就是一种很典型的 它就需要卫星定位装置 然后掌握数据 然后回传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题目啦 这个题目事实上才刚刚开始啊 这个题目我找了一些资料 发现大概就是2023到2024 类似的文章越来越多 就是有关中国的北斗 挑战美国GPS的 在各种领域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让美国的一些专家开始紧张啊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啦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述一下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报导 在4月8号 这是最新的啊 4月8号报导 这是美国的一个叫做太空新闻 Space News啊 那事实上他是研究航太的 然后他就说啊 你看他的英文怎么写 他说 America is losing its GPS dominance to China's battle 这个是美国的媒体啊 而且是公认在这个领域的权威啊 他写了这个媒体啊 然后他说啊 我们看到中国的观察者网 也注意到这篇文章 那观察者网做了翻译啊 做了一个摘要 我觉得他整理的不错 所以我就用中文让大家来看 他说美国啊 GPS主导了多少年啊 GPS在美国事实上是1994年就开始了 1994到现在已经30年了 那结果现在真正碰到对手 以前有俄罗斯的 也有欧洲的 那美国都没把它看在眼里啊 那北斗卫星呢 2020年开始架构出全球系统 那现在才2024年 美国已经感受到强大的挑战 这篇文章他就说啊 这个人叫做Sean Goldman Sean Goldman这个人啊 是美国公认的GPS的专家 然后他说 尽管有欧盟的加利略 俄罗斯的格罗纳斯 印度的Nav IC 可是毫无疑问 美国GPS最主要的竞争者就是中国 那他说啊 这个GPS的能力 现在已经远不如中国的北斗啊 那美国一定要在未来十年 夺回定位导航 还有寿石啊 寿石就是PNT啊 领域的领导地位 就是 未来十年指的就是2035啊 为什么是2035呢 因为美国的 GPS的第三代要 大概2034 2035左右才能够建构完成 所以他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相对落后的状态啊 这个北斗卫星使用了56颗载轨卫星啊 它的规模几乎是GPS的两倍 因为GPS大概只有31 或者32颗卫星 那北斗是56颗啊 而且北斗建立了监测站的数量 GPS的10倍以上啊 尤其很多都是在发展中国家 我们要知道 是让全球卫星定位 你各种监测站在越广泛的地区去建置啊 那你的测量的准度就会越好啊 那中国大陆因为在推一带一路嘛 而且长期就是跟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嘛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监测站都在发展中国家啊 那提供了更多的我们所讲的这个PNT的数据啊 就会强化它的精度啊 最明显的就是非洲跟东南亚啊 非洲跟东南亚 事实上你现在如果去东南亚的国家 你就会发现 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都在用北斗卫星啊 为什么呢 因为比较精准啊 比如说印尼 印尼就非常明显 马来西亚也非常的明显 日本经济新闻的亚洲评论啊 就是Nikkei Asia Review这个杂志 在2020年他就已经发布了 他说 在全球195个国家 北斗卫星啊 已经在165个首都 165个国家的首都啊 观测频率都高于美国的GPS 而且中国大陆还不止这样啊 我就跟各位讲就是中国大陆真的是 厚积薄发啦 就是他一旦做成了一个系统 那不断的进化的速度啊 就远超过美国人的思考啊 大家要知道这个GPS啊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啊 就是中国大陆要发展北斗卫星啊 他上一开始并没有发展完全独立自主的卫星系统 没有啊 他是要跟欧洲合作 那本来就欧洲说好吧那你来吧 我们一起发展吧 可是呢美国立刻介入 要求欧洲不能够让 中国参与最顶级的技术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出了钱啊 然后跟欧洲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才发现被欧洲骗 所以中国很生气啊 这个事实上大家可以去看北斗的故事啊 这个网络上的影片也有啊 我都看过了 那中国就很生气就决定自己做 大家去想象这个难度有多高 你基础是零啊 基础是零啊 那结果呢 就是还是被中国做出来 我估计他大概是花了八年的时间做出来 所以北斗卫星的零组件 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 都是国产货 所以美国要抵制北斗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啊 因为他所有的零组件都是自己做的 那中国大陆因为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研发的 所以他还要进一步啊 要通过发射低轨卫星 采用量子导航这些未来的技术 要进一步提高北斗的精度 安全性跟可靠性 这是未来的部分 那这个作者Galman啊 他说北斗系统被视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要素 他说他把它叫做太空思路 你看他用的概念多漂亮 因为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有所谓的路上思路 也有海上的思路 然后他说北斗卫星实际上就是空中思路 那或者叫太空信息走廊 当他完全跟基础建设合而为一的时候 会削弱美国在关键地区的影响力啊 那也会巩固中国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控制 这个待会大家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有一些数据的回报都要通过北斗卫星来完成 然后他就讲到全球的这个PNT数据的可用性 那GPS已经处于劣势了 总体精度信号强度安全性也都落后了 那这个北斗的系统服务已经覆盖了包括一带一路 在内有230多个国家用户超过15亿的人口 那到了去年就是2023年的1月 那北斗卫星在地图导航 制定位一天使用超过3000亿次 所以这已经是完全成熟的产业系统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北斗做了哪些事呢 包括土地的确定产权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它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要确定一个农地面积大小 那你就要从北斗卫星去定位 然后去测算它大概的面积 这个跟精准农业数字化的施工跟管理 有绝对的关系 还有你要建智慧码头啦 都用得到 所以呢已经运用在东盟 蓝亚 东欧 西亚 西亚就是我们讲的中东啊 还有非洲 都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那目前北斗的这些运用 已经被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收救卫星组织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等等的认可 那已经可以提供全天候全天时 高精度的定位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它还有一些特殊的 技术上的创新啊 这个使用过北斗的人就知道 因为GPS是单向的 那北斗是双向的 那双向呢就是说 比如说你如果是在一个 你在一个高山上 在沙漠中 在海上需要救难 那你要回传你的讯息啊 那以前GPS呢 最多只能够出现你的位置 北斗不是啊 它允许 有这个message的功能啊 那你就可以回传一定长度的message 给这个管理的单位 这个对于救难有绝大的帮助啦 这个在汶川地震 大家就已经见识到它这方面的能力了 那这个是四个卫星导航系统 大家可以看啊 美国GPS是在1994年就建制完成 那中国的北斗是到2020年 才完成了北斗第三代的全球足望 那基本上美国民用的GPS 可以看到10米啊 定位的精度是10米 北斗呢 全球定位是10米 可是在亚太地区 我们讲的就是东南亚 东南亚的精度是到5米 这不得了啊 而且呢 它有独有的位置报告 还有短报文的通信服务啊 因为它有互动的能力啊 这个是GPS所没有的 那这个就简单它的历史啦 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 就是2020年6月23号 完成发射55个北斗导航卫星啊 然后就组建了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就是北斗三号啦 那定位精度是10米 亚太地区是5米 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 这个日本媒体啊 它就指出啊 目前已经有165个国家的首都 占全世界85% 那北斗卫星的精度是比GPS要高的 所以很多国家 坦白讲啊 我讲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已啦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啊 连美国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啊 还有美国军舰的操作 它事实上也有备用一个北斗系统 你不要以为美国人就不使用北斗 不是的 因为它有时候要让GPS跟北斗来交叉 比对啊 所以连美国人都是这样使用啊 那北斗的国产化的比率是100%啊 它的定位精度 我刚跟你讲说是低于10米 测速的精度 每秒是0.2米 然后呢 寿时 寿时就是 这个时间上的定位啦 它的精度是优于20纳秒 这时间的准确度很重要啊 因为你要确定每一个不同区位的时间是一样的 你才能够同步啊 所以 这些都是它的专有名词啦 就是速度 还有同步的准确度 然后还有定位的精度 它这三个都领先GPS啊 你去想一想啊 所以呢 就陆续看到了智能手机 中国大陆的智能手机都绑了北斗 然后呢 美国iPhone 就是苹果手机啊 也从iPhone12开始 投降了 也开始写入支持北斗卫星系统 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 因为它的功能就是比人家强啊 那最重要的是它有短报文的通信 精密寿时 定位精确 那系统容纳 用户啊 这些功能啊 各种精度都比GPS要好 包括定位 包括寿时 抗干扰的能力等等 都比GPS要好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这个跟GPS1994年就建构完成有关啊 这个就跟美国的航母一样嘛 为什么中国的福建号 福建号是中国大陆第三艘航母 美国的航母平均年龄 都比中国大陆要大30岁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嘛 它航母所用的雷达系统 所用的攻击系统 一定是比较早的系统嘛 所以美国虽然有11艘航母 可是真的能够跟福建号比拼的航母 大概只有3艘 那GPS跟北斗也是一样啊 GPS建构的时间是1994年 北斗完全全球定位系统是2020年啊 这中间差了26年啊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所用的科技 当然有差别嘛 所以呢 中国大陆设的56个卫星里面高轨道的卫星 就比美国GPS要多 那越高轨道 它的定位就越准 因为它可以看的 整个FU更大嘛 抗遮挡的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就是有这些优势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北斗已经在交通运输 熔林渔业 水文侦测 气象测报 通信受食 电力调度 救灾减灾 公共安全 普遍性的运用 那大家看啊 这些项目是不是都跟基础建设有关啊 那中国大陆偏偏 又是基础建设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 所以我在跟这里 就要跟各位讲一个重点 就是中国大陆没有想到 北斗卫星的应用的功能啊 竟然可以跟它的基础建设全面结合啊 那变成一种新出口的产品 这个美国没有办法 因为美国不是基建的大国啊 所以这一类呢 美国就那边眼睁睁的 看到中国一路往前走啊 就是基础建设 加上北斗卫星之后 变成中国大陆一个新的名片 出口到全世界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作战的功能啊 基础建设本身结合了卫星定位 变成一种新的出口的产品 而且因为它内含了 高度精准的卫星定位的数据 它回传到中国大陆 做数据管理啊 所以就使得中国大陆 实质上 掌握了 进口这一类的 结合卫星定位基础建设的 所有的国家 就是这样 中国大陆就会了解 各国的实际的 交通状况啊 隆龄一跃的状况啊 因为这些数据都会回传啊 所以美国越想越头痛啊 就是这些数据 美国掌握不到啊 中国掌握得到啊 就变成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做的自己做的一个简报啊 不过它是英文的啦 所以我在这边 跟各位做简单介绍啊 就农业啦 科学啦 各方面的运用啊 那大概它分类出 这八个项目 就是北斗已经在 渔业运输 水的保持 还有气象 还有森林大火的预防啊 还有精准定位受食啊 然后还有灾害的防治啊 还有减灾 还有土壤的监测 这些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进展 这个就是渔业啊 这个渔业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啦 它保障了渔民的安全嘛 因为你可能会在 远航的海域失去方向啊 那谁能救你 北斗卫星可以救你 因为它是双向豹纹啊 所以你可以 在北斗卫星上 做简单的take message 这个以前是做不到的啊 GPS没有这种功能 所以它就提供了一个 更好的安全啊 所以中国的渔民啊 自从2020年之后 他在全世界 在做捕鱼的作业啊 他就得到了安全的保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跟 中国的军事啊 海警啊 做有效的联合 彼此之间可以做比较好的沟通啊 那就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啊 有14000个这个渔业的使用者啊 那超过4万个手机 因为这个是比较早的啦 那有这个 开始加入的这个渔业船只的 紧急的警报啦 哦等等啊 警讯啊 他就会通知你啊 让你更早能够得到讯息啊 那第一个就是交通 哦 交通事实上 据我了解 中国大陆的大型的货车 一律都要装上卫星定位的装置 所以北斗卫星是 就装在货车 他就强制要求要装啦 所以就很容易 对货车 不只是安全的管理啦 事实上也包括安全的这个货物运输的效率的调度 所以后来中国大陆就产生了很多物流公司啊 他就可以去配置不同点的运输啊 这个以前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怎么知道你现在车开到哪里啊 可是你装了北斗卫星 他就可以去看到每一辆大型货车目前开的位置 然后这个我们知道交通的管理是还可以让你避开 塞车的时段嘛等等等啦 那也可以做比较好的物流的配置 那比如说有个车啊 到哪个城市啊 那现在就告诉你你现在装什么货啊 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等于是大幅改善了物流的效率啦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那接下来就是水的保持啊 这个基本上就在这个南方啦 还有黄河河谷的水的保持的管理啊 这个基本上有助于防灾啦 知道各个河流目前的状况啊 那都会及时在第一时间做回报 那另外就是气象 这个气象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他就在各个气象站设立各式各样的 这个监测的装置嘛 那可以透过卫星的定位确定它的位置 那在精确的时间做资讯的回传啊 那这个是森林大火的防治啊 就是可以去定位森林大火的位置啊 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嘛 中华大陆也结合了大江无人机啊 去做森林大火的扑灭 这个基本上已经都完全数据连线了 所以大江无人机 也会迅速找到北斗卫星的定位 然后到这个灾害的地点啊 去做立刻防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啦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同步啦 这个你看就是各个地方的同步 那有一些就是要同步作业嘛 那基本上就可以完成很多的监控 网路监控啊等等啊 这个各个城市同时运载啊 那这个就是灾害了防治跟减灾啊 这个最有名的就是汶川地震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汶川地震的旧灾 让大家见识到中国大陆旧灾的效率啦 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北斗卫星的发明啊 那这个让旧灾精准 而且知道在什么点上要投放多少救难的部队 那那次旧灾的动员啊 事实上大概是让全世界惊叹啊 事实上美国看了汶川 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些报导啊 美国看中国在汶川地震的旧灾啊 才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的动员力量 就是包括准确性的动员 包括时间 地点 然后投放物资的准确程度啊 那这个没有一定的科技的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啦 所以美国事实上汶川地震他是观察 因为从这里你可以去类推到中国大陆的军队 如果要动员到其他的地方 从事军事的任务 那同样也是同样的逻辑嘛 啊 在重新评估中国军队的动员 还有从事 远方地区的一个动员的任务啊 可以精准到什么程度啦 那另外就是土壤的监测 这个土壤的监测就是 包括沙漠化啦 或者土壤的流失啦等等 都可以用监测的仪器 然后做同步的回传讯息啊 大概都有这些的东西啦 那他结合了什么 中国通告 获得几内亚铁路的三电工程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非洲 几内亚这个国家啊 他第一条采用卫星定位的 移动避设列控系统的干线铁路 那这个等于是 你出口高铁嘛 中国的高铁本来就很有名嘛 可是他结合了北斗卫星 那成为一个高度 可以由国家 这个中央管控的系统 来加以第一时间掌握讯息 然后来知道 他目前的时间跟位置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那中国通告国际控股啊 这是一家公司啊 他在得到的这个工程啊 在西芒杜铁路签署 几内亚美西铁路啊 那三电系统就集成工程总承包合约啊 让中国的铁路开始走出去啊 所以等于是中国大陆现在出口的基础建设啊 基本上是附加北斗卫星这样的一个装置啊 所以使得他的全方位的功能 可以更有效的通过数据管理 同步同时来进行管控啊 而且精准的定位他的位置啊 那这些美国就坦白讲真的是称乎其后了 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基础建设可以外销啊 所以怎么办啊 美国大概都只有军工的武器可以外销啊 那那个当然会结合他的GPS啊 可是一般的国家需要的不是军备啊 他需要的是基础设施啊 那在这方面中国就占的大便宜啊 那最近就是因为去年啊 华为Mate 60 Pro在8月29号 横空出事啊 那大家就发现他有一个功能啊 就是很奇怪 他可以没有卫星天线 那大家却发现他可以打卫星电话 你只要跟这个申请了一个联通的装置啊 那基本上可以透过华为Mate 60 Pro打卫星电话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你的救命电话 你想一想你人如果在海上 在沙漠 在高山 碰到了状况 这个我们以前只能够去假想说你车上有没有装啊 或者你的船上有没有装啊 现在不用了 你只要有华为Mate 60 Pro 我这样好像在帮他打广告啊 可是这个装置真的没有人有过啊 因为我看过卫星电话 卫星电话是一个很大的装置啊 这华为Mate 60 Pro看起来就像一般手机 可是他却内建了卫星电话的功能 坦白讲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他就是做到了 所以这个等于就是 美国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开始 落实在中国大陆的普遍老百姓的生活之中啊 那从Mate 60 Pro之后 我相信他每一个世代的手机啊 比如说今年Mate 70 Pro 也会一样有这个功能啊 那这个等于就是下一代的 行动电话配备的功能啊 那这个在美国啊 一般预期要到2035年才能够建构完成 就是他的GPS要进入第三代 那北斗现在就已经是第三代了 所以各位去想一想这个落差啦 所以美国感到很紧张啊 就是他这个双向的讯息的沟通 那还有他可以利用手机来打卫星电话 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那显然一定是有做了什么样的 特殊的硬体的零组件啊 我讲白了啊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美国不知道 那他认为已经造成了一个全球沟通对话的革命啊 因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这个功能 所以啊 我们总之来在这里做个结论啊 就美国从1994年所发动的GPS 全球卫星系统的定位革命 那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在这过程当中发生过一些事件嘛 中国的银河号 被美国美军强行登陆 要求他接受美军的检查 说你 舰上有什么化学药品啊 化学 什么东西啊 银河号没有办法啊 因为美国威胁要关掉GPS啊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事件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 1996年啊 我们知道台海飞弹演习啊 那中国大陆不是做了飞弹演习吗 结果有几颗飞弹 找不到位置啊 因为美国关掉了GPS 所以坦白说啊 中国大陆被关掉GPS 是有好几次 吃了苦头啊 银河号被登检 还有96年的飞弹危机 他都吃过苦头啊 所以他后来 他本来也没有想要自己做啊 所以跑去跟欧洲商量啊 说美国GPS不要让我得到技术啊 那我们一起做好吧 结果欧洲后来也在美国的压力下 没有办法跟中国共享技术 结果中国大陆决定自己做 那整个的过程啊 我的印象中大概是八年左右 他做出了北斗卫星第一代 结果现在到了2020年做到了第三代 那现在超越了美国啊 让美国GPS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大家如果从这个逻辑去看啊 你不会发现中国大陆有很多科技产品 都具有类似的命运吗 比如说中国的量子电脑是怎么产生啊 也是被美国禁止啊 军事 导弹 卫星 核弹 哪一个不是被美国禁止 后来就自己做出来了 华为 7奈米 手机去年做出来了 今年可能要做出5奈米的手机 全部都是在 美国围堵之下 发展出来的产品啊 然后 甚至有一些开始凌驾美国啊 那 北斗卫星 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 凌驾了美国GPS啊 2020年 进入了第三代 现在凌驾美国 让美国开始紧张啊 我相信类似的产品未来还会有更多啊 我们就 静观其变啊 来看这个中美博弈啊 在人类科技历史上 会继续做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很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许可, 凌驾美国